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网友朋友林勾优斯TIN问了一个问题 说曾经在佛罗伦萨见过欧洲的领保 貌似近代重炮出现以前 领保是很难被直接攻破的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攻击领保的战力 貌似只有郑成功攻击热兰哲和清军攻击亚克萨城 貌似都是以围困守军才取得的胜利 想请问一下袁老师 竟然领保在当时的防御力如此强悍 为什么明清两朝战争中没有效仿 也建造类似的防御攻势呢 他不会 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他跟谁学 谁教他建造的领保 对吧 没有人教他呀 你说这个郑成功 去攻击那个热兰哲城 那热兰哲城就是算领保吧 亚克萨实在是算不上 亚克萨是个木头城 是吧 那么你说甭管是郑成功跟荷兰人 还是清军跟俄国人 学过怎么造这个领保吗 没学呀 没有人教他 他当然就不会了 是吧 这个太简单了 是吧 你看你那个仿照 仿效什么那个佛朗基炮啊 仿效什么红衣大炮 那不得有人教你怎么做 你才会吗 这领保的铸成技术 没人教啊 没人教你当然都不会了 再加上中国战争的频度 没有那么大 是吧 所以呢 他也就不需要去这个建造 这么先进的这个 呃 堡垒啊 因为你的这个 你你比如说你像郑成功的和这个清军去打这个热兰遮城和亚克萨城 他那个火炮充其量按西方的标准就是四磅炮和六磅炮啊根本就没有这个十二磅炮是吧 那你想就这么小的炮你你你你中国用传统式的城墙都能挡住是吧 你用不着建造这个领保而且呢确实明清已降中国对于这个军事技术的这个进步是非常不敏感的啊 你比如像清免战争的时候缅军一说的都是这个碎发枪啊 那清军还是火神枪还是弓箭的缅军都是碎发枪 是吧 你把清军打的那这落花流水 清军吃大亏了 但是也没有认识到这碎发枪的先进也没有大规模去仿制碎发枪 碎发枪还只不过就是这个皇家用来打猎用 兵丁都没有装备等到鸦片战争人家又是用碎发枪把你打的落花流水是吧 所以他就是这个一个是这个没人教啊 他没地儿学去 再一个呢他确实对于这个军事技术的进步没有那么敏感啊 网友朋友Lucky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中国的出家人什么时候开始得到朝廷颁发的许可证 才算合法出家人啊 这个呃 王宇呢是给宋真宗提过相关的建议 那是宋真宗的时候呃才开始了吗 那那肯定不是宋朝才有的 根据这个高僧传的说法 这个杜碟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了 那但是具体那时候是什么治事已经不可考了 那能考证的呢是唐朝的杜碟的治事 那礼部会专门派人执行这个公杜制 那按科举考试设立考试 那然后信众呢必须要通过教义的考核和品格的审查 才能获得出家资格 凡是通过考试获得出家资格的 中央呢会统一给他们安排进行替度 替度完了由官府发派杜碟 然后再派往各四 网友朋友杰克C州问了一个问题 说古代记录军功啊 要割耳朵 但是他们不可能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的时候 记得哪一个是他干掉的 他如何技功 干掉一个人就直接割耳朵吗 那不怕被其他敌人干掉吗 还是得等战争结束之后 只要看到有耳朵就割下来技功 那如果是后者战死沙场 就没有办法技功了吧 中国古代啊 主要是看手机啊 不是看耳朵啊 至于你说怕不怕被敌人干掉 这种肯定不是战场上干的 都是打完了之后成编制的分功劳 至于战死沙场的啊 那肯定是没得技功了 你就认倒霉吧 那当然了 认手机啊 这种也是有招去对付的 最简单的呢 就是杀粮冒功 把老百姓脑袋砍了 拿去请功啊 这种事呢 从秦到清 一直都没缺过 那这个你说割耳朵呢 蒙古人用的 呃比较多 那还有日本战国的时候割鼻子 那印第安人的割头皮 这种呢 都属于比较炫的这种性质呢 不是真的清点数字的时候 拿去请功呢 好 呃 网友朋友洪雨啊 问了一个问题 那您好 老师问一个问题 金朝的时候 很多女真姓氏保留到了清朝 那比如这个贺舍礼氏 但是为什么作为皇族的完颜氏 在清朝就没有了 有啊 谁说没有啊 最典型的完颜重叩 三口通商纳尘 跟这个俄罗斯定那个伊犁条约 就是重叩 满洲整白旗完颜重叩 那有啊 这个姓氏一直流到清朝 现在都有 现在都有人姓这个姓 是吧 都有人姓这个姓 是吧 这个这个 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他就姓这个姓吗 我忘了他叫什么了 那就就就姓这个 当然他现在 他姓这个姓的话 就是就跟你说 你姓耶律 基本上国家也不承认 你户口本上 你也不能这么写 是吧 身份证也不能这么写 是吧 完颜是大部分都改姓王了吗 那但是有 清朝就有啊 就你白云冠 那你到白云冠 北京的白云冠 那里边就完颜重叩 提的扁啊 落款就是完颜重叩吗 那有吗 不是没有啊 好啊 这个网友外辟 问了一个问题 那说这安史之乱 真的是改变中国历史 走向的大事吗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 但是呢 感觉大唐停止向西扩张 是必定会发生的事 毕竟当时呢 有许多强大的对手 包括这吐蕃呀 黑衣大衣呀 等都兴起了 中国呢 很难继续保住西域的控制权 更甭说都要扩张了 是的 那是这个扩张是有极限的 不可能无限制的扩张 特别是呢 中国对于这个不能耕种的土地 是没有兴趣的 但是呢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的话啊 咱们当然这说的都是如果 如果你没有安史之乱的话 我们虽然不能继续向西扩张 但是控制西域 问题应该不大 那就是说这个安西四镇 什么这些地盘 控制就控制下来啊 问题应该不大 包括那个朝五九姓 那都有可能这个对中国啊 称臣纳贡啊 成为我们的附庸啊 受汉民族文化的这种影响啊 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可能就不会造成中国西北地区的这个伊斯兰化 当然了这个西北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是蒙古人造成的 也不在于这个安史之乱啊 但是呢 他毕竟从这安史之乱开始是一个滥伤啊 可以证明呢 就是说汉文明逐渐开始退出中亚啊 包括这个西域地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网友朋友盖潮流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袁瑟一直强调古代贸易之间通行的是粮食不薄 那我想问一下 古代又不是工业化生产 粮食不薄同类之间的质量参差不齐 那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总不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吧 那么对粮食不薄质量判断如一 还是无论什么成色都是按数量算价值 粮食不薄有什么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啊 对吧 就是你比如说麻布啊 我这个粮食换麻布 或者说我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象牙 什么换麻布 那就是多少匹麻布 你换仇就换什么样的仇 换捐就是换什么样的捐 粮食呢就是大米小米什么什么的素啊 什么什么什么道啊 就是这些东西 这他不像白银什么这个这个 这东西他有橙色 是吧 您是这个这个呃 80的银啊 您是925银的 您是什么黄金有橙色 是吧 您是18k的 这粮食不薄他没有什么橙色的问题 所以正是因为这个粮食不薄 他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才容易充当一般等价物 那如果像金银那样有橙色 那有甚至有这个重量 是吧 南方一两三十七克 北方一两三十二克 是吧 他这个海关两跟库平两不一样 他就如果就有这种问题 他才不好解决 所以为什么金银一直不是作为这个货币使用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金币银币 没有这种铸币 对吧 没有铸币 他都是这个这个金钉银钉这些东西 他不好使用 所以正是因为粮食不薄 他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才好使用 好 这个网友朋友吴宇问了一个问题 那想问幕府推动四子屋的动机是什么 是为了提供下级武士工作机会 维持社会稳定 还是当政者有什么样的诱因 必须要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程度 最开始啊 这个四子屋就是给武士子弟上学用的 到后来呢 推广主要和这个江户时期 日本大环境相对和平有关 和平呢 就会出现工商业 尤其是日本的手工业 很大一块核心呢 都是和农业相关的 你比如说纺织 那这就意味呢 不仅城里人要识字 农村也得要识字 所以对于整个社会面 识字的需求在提高 由此才有了四子屋的普及 再有一个啊 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个 就错误的这个想法 认为识字率一高就能启蒙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 是吧 你北朝鲜识字率非常高 他用这个 这个就是这种拼音文字 就那种韩文 取代了这个汉字之后 他基本就没有文王了 识字率非常高 那你说他有什么启蒙思想吗 没有 是吧 那你这启蒙思想的产生 跟你的十字率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你看你 你如果印的都是这些个君臣父子的这些东西 大家看的都是这些东西 接受的都是这种教育 你十字率越高 反而越有利于统治者去进行统治 对吧 你西方国家 他之所以有利于启蒙 他不是因为有这些个什么 从马丁路德开始 一直到福尔泰 有这些人的著作 这些人的著作被印刷出来 所以才有利于启蒙 所以你说这个 这个幕府 他推广了四子屋 提高人民的这个十字率 用了什么朱子学呀 扬明学呀 来对这个这个人民进行一种教育 实际上他也是要求人民忠君爱国 也起到这样的作用 好 网友朋友 HUMPH2EY Alex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中国古代的都城呢 随着经济的转移 呈现出呢 西北向东南的方向 那为什么元朝开始反其道而行之 把都城呢 迁到经济不怎么样的北京 如果国都定在东南 那么北京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发达 中国古代的都城啊 基本上都在北方 沿着这个燕山 太行山 秦岭啊 就说这个就中南山吧 中南山不是那个卖假药的呢 中南山这条线的西 就是东南方向 你看中国古代的都城基本都在这个方向 都在这个位置上 所有的古都 七大古都里边除了南京和临安在南方 剩下的全在北方 所以他不是说北方不怎么样 北方不发达 长安洛阳都在北方 都在北方啊 他怎么能说这个北方就不发达呢 不是这个意思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讲过这问题 你建都除了考虑经济原因之外 甚至呢 他主要不用考虑经济原因 因为这个可以 主要是考虑交通便利 你经首都基本上都是靠人供养的 从古至今 都是这样啊 各位这个 就看你交通便利不便利 长安洛阳被放弃 就是因为他交通越来越不便利了 运河淤色了 这个黄河淤色 而北京呢 他有南方的这个曹韵 所以他交通便利 他靠着海进交通便利 再一个我讲了两个重要的原因 一个是首都要离着你的主要威胁进 一个是首都要离着你的主要势力范围进 所以为什么把这个都城定在北京 就是这样 南通江南 北连硕末 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才在这个地方建都 好 这个 网友朋友 B-R-O-O-K D-A-N-I-E-L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经常对比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性格和历史发展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出现 祸国殃民的昏君映臣 给这个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的损害 但是日本历史上很少出现 这样这个祸国殃民的君主或者奸臣 到底是民族性的差异的原因 还是日本古代君主权力受限的原因 或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日本的君主确实是权力受限 皇权有限 亲政不过是200年 然后呢 奸臣也不少 这个你很少知道呢 可能但是因为呢 你听说的少 对日本历史了解的不多 奸臣也不少 而且呢 他那个不叫奸臣 就那种全臣 你比如像那个苏我士 原来的这个苏我士 就大化改新之前的苏我士遥控天皇 然后你比如像这个 以后的藤原氏 再以后的幕府将军 他们实权是操作在他们手里的 那么这个日本的奸臣 那主要就是比如说这个像历代幕府将军都有宠臣 包括里面大明都有宠臣 这种东西都是少不了的 都是少不了的 他不是说这个就是非得是去诱惑天皇啊 或者说让天皇去发这个犯什么错啊 捕获军心才算是奸臣啊 因为他权力没有在天皇手里啊 好啊 最近大家的评论咱们今天就回到这儿啊 感谢大家收看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